上下幾千年 中華數萬里 廣天雪地 廣州電台長篇小說聯網 古龍經典武俠文書 《蕭神一流》 由李偉英播講 昨日說到小公子問海玲子說 如果蕭神一郎剛好又經過這裏 見到屍空柱的屍體 又見到樹上面那些字 那又怎麼辦 海玲子立刻閉嘴 小公子跟著說 他們一定會把樹上那些字 削下來 在將屍空柱的屍體移走 那我們這群心血 就白做了 旁邊的屠宵天冷醒地說 沒錯沒錯 我們什麼就想不到這層 所以你們唯有聽我說 因為你們都不看得我 那按照公子的意思 怎麼做才好呢 很簡單 你們真的想不出嗎 想不出 唉 你怕他削走這字 你們難道不懂得自己削掉它嗎 真的 你把削下來的這塊樹皮送去沈家莊 過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還沒走 你不妨叫他們一齊來看看屍空柱的屍 有這麼多人親眼見 小十一郎就算跳到旺河都洗不清 你們說這個辦法好不好 啊 公子的計謀真是無人可及 你不用拍我馬屁 只要日後聽話就行了 聽到這裏 就不單止屠宵天和海寧子都復復復復復 就連小十一郎都不得不佩服這位小公子實在救手段 這麼厲害的人物真是少見 那蕭十一郎是個牛敢頸的人 越是危險的事他就越是想去做 越是厲害的人物他就越是想去跟他鬥一鬥 那又聽到小公子說 喏 你們去到沈家莊之後 我還有件事要託你們辦的 哦 真是很吩咐 我想託你們打聽一下連城壁的妻子沈碧君 什麼時候回到家婆那裡 連城壁又會不會同行打算走哪條路 哦 這樣就不難 只不過 你想問我為什麼要打聽他 又不敢問出口是不是 在下不敢 你只不過 幼稚不過 其實你問問都無所謂 我可以告訴你 今次我出來就要帶兩樣東西回去 其中一樣就是割陸刀 還有一樣就是那位武林第一美人沈碧君 啊 啊 蠔笑天嚇到臉都青了 小公子就說 你怕什麼 又不關你事 啊 連城壁的武功見法 公子我可能還沒見過 據在下所知 這個人心藏不露 而且 行了 我夠知道連城壁厲害了 所以 我還要請你們幫個忙 將他騙去做別的事 連城壁忽苦情深 我怕 你怕他不肯上勾 是不是啊 我想真是不容易 敢換著我 都不想離開個這麼如花似玉的妻子 但是無論幾大的魚 我們都有辦法令他上勾 什麼辦法 要釣大魚 就當然要用香賴 連城壁家財萬貫文武相傳 年紀輕輕就遇滿天下 又娶了個沈碧君這麼賢偉 這麼漂亮的老婆 你說 他現在還要什麼 做人做到他這樣 都應該心足了 人心是不會有厭足的 他現在起碼還想要一樣東西 啊 是 是不是葛六刀啊 不是 除了葛六刀之外 就是蕭十一郎的騰 啊 哦 沒有 沒錯 他們都以為葛六刀敬意 在蕭十一郎的手上 他如果殺了蕭十一郎 不單止名氣更加大 寶刀也是他 所以 要釣蕭十一郎這條魚 就要用蕭十一郎做魚餌了 但是 那 怎麼釣法 請公子指教啊 哎 還要我畫公仔畫出場呢 喏 你們說給蕭十一郎聽 就說 你們知道了蕭十一郎的行蹤立感 蕭十一郎自然就會跟你們去 對啦 連城壁這種人 為了明星地位 連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的 妻子 更加不在乎 啊 按照這樣說 嫁給連城壁這種人 都不是幾賺的 喏 喏 誰說 酒在那裡賣,酒是冷的,既解渴又過癮,還有些蠶豆、椒鹽花生和滷水蛋等的送酒小食,賣酒的是個白髮髒髒的老伯,一望他的紅鼻哥就知道他自己都很喜歡這班兩杯, 只見他二三藍樓,但是整夫知足常樂,與世無爭,很滿意的神情,蕭十一郎一向很欣賞這種人,事實,一個人的事,最重要是自己開心就可以了,你鬼人怎麼看呢? 於是蕭十一郎就想和這個老伯聊天,誰不知,這個老伯不多鬍他,沒辦法了,所以蕭十一郎就唯有自己和自己喝悶酒,喝酒和足企是一樣的,自己和自己足企是沒有人的,一個人喝酒也是一樣的, 蕭十一郎從來都不喜歡一個人喝酒,不過,這裏是個三叉路口,他算準沈碧君的馬車一定會經過這裏,就是說他坐在這裏就不是為了喝酒,被人當作愚賴,是人都不好受了, 蕭十一郎那天幾乎要出面來和那個小公子鬥一鬥,但是,他在江湖中滾了這麼多年,早就學會了等機會這一件事,無論做什麼事都好,都要等到最好的機會了,很快去,蕭十一郎就喝完第七碗酒,還要第八碗? 那個老爸出聲,他說,還要喝,再喝,連路都不會走啊,不懂走,就搭低睡,蒼天是皮,大地是廠,就算一醉不醒又何妨? 哼,你不想回家了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也都不知道要去哪裡? 哼,我看你都已經醉了,亂說話了,賣酒佬看都看別人醉了,來啊,給我再打碗酒來,老爸喝了一口氣,滴起個殼,給他不酒了, 那麼突然,遠處沙塵滾滾滾,咦,有隊人馬就走過來,那麼有些呢,手臂上面就架了一隻鷹,有些手上就牽著狗,一個二個都是短打裝束,背功帶展,馬鞍旁邊還掛著那些獵物,一看就知道,是剛剛打完獵回來的,那麼秋天就只是打獵得好時機啊, 第一匹馬上面坐的,似乎是個小孩子,遠遠望過去,奮裝欲穿,打扮到花團感觸騎的,也是一匹萬中損一的村里馬,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闊少,老伯見這麼多人過來,精神啊,有生意做了嘛, 小十一郎呢,有點失望,因為,這些不是他要等的人,老伯見這麼多生意做,大聲喊說, 喂嘞,好清爹的粥熱唱,一碗落土就心情好,兩碗落土就精神好,三碗落土,神仙都讚好。 小十一郎,馬上笑著說,喂喂喂,我都七本落土了嘛, 什麼還不見有精神呢?反而覺得頭重重,想睡了呢? 那個老伯挖了他一眼,意思是叫他收聲,不是阻礙我做生意那樣。 幸好,這隊人馬漸漸停下了,第一匹馬上面那個闊少就說, 還有一段路,先回到島去,在那裡喝兩杯,聞到那些酒,幾正那樣。 只見那個闊少,臉圓圓,眼大大,嘴細細,皮膚又白又亂照起來, 一邊一個酒粒是很好樣的,連小十一郎都忍不住要多看他兩眼, 世上的闊少有很多,不過好樣的就不多,又好樣又沒有價值的就更加少之又少。 這位闊少居然也很留意小十一郎,手下跟他鋪好了一張地毯之後, 他馬上坐下來對小十一郎的小笑。 齊齊高興才好,這位朋友不如過來喝一杯。 好呀,在下身上只有八碗酒的錢,就在售第九碗酒不知怎麽算, 若有人請客,在下真是求之不得呀。 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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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想不到朋友竟然這麼豪爽, 來來來,快點快點,打走來。 那個老伯就唯有倒了一碗酒過來,又挖了小十一郎一眼。 哦,世前有酒喝金魂,和一醉都炊得快點, 小十一郎就笑著話。哈哈,人生難得幾回醉, 我就怕醉得慢而已。 呱一声,整碗酒就沒了。 看,人們喝酒就喝下去, 小十一郎喝酒就倒下去, 一兀高的頭黑,整碗酒都沒了。 敵酒不靜 那副少見到這樣 拍手大笑話 哎呀 哈哈 好耶 你們來看 這位朋友 喝得幾快 超11郎說 若果他們未看清 在下還可以表演多幾次 哈哈 好耶 你的朋友 單止豪爽 而且風趣 高勝大名 唉 你我萍水相逢 你請我喝酒 喝完我就走 我如果知道你的名字 就會感激你 一後就要請你轉頭 沒意思的 現在再喝都沒人了 所以 聲明嘛 我就不告訴你 你亦無需說我知道 啊 好好好 哎呀 你我今天 在這裏相聚 已經有緣了 來來來 你滷水膽啼你都不錯 來來來 你過來送酒 哎 吃滷水膽送酒 醉得就慢點了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 如果我醉得太快 那就不好玩了 哈哈哈哈 超11郎 煉不起一隻滷水膽 一拋 拋到高高 然後 然後 臥膏的頭 抹大 口一折 然後三口兩口 鼓聲下吞了 闊笑 見到之後就說 哎呀 好耶 朋友不單止 喝酒快 吃蛋 都好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是因為我知道 自己死得比人快 所以無論做什麼事 都不敢浪費時間 哈哈哈哈 那這個闊少 看起來 頂多不過十四五歲 唯獨是酒量 哇 大得驚人 超11郎 喝一碗 他居然也都陪喝一碗 而且喝得不慢 那他那些筋班呢 個個都很大隻 很敏捷的 雕形大漢來 但是喝酒 就沒有過比得上他 超11郎 喝喝下 眼又蒙時 利又大 看起來 似乎有七八分醉態 有七八分酒意的人 很糟糕 因為就會喝得更加多 更加快 五少十一郎 終於就醉了 那個闊少 就嘆了一口氣 領領一頭說 哎 原來他的酒量 都不過如此 真是令我失望 老伯就說 他自己說過 說醉了就睡在這 醉死就罷酒 你閉嘴 他畢竟是我的客人 怎可以讓他睡在這 阿舅 你來看著這位朋友 等他們走了 就帶他們一起走 是 今天這陣子 太陽還沒落山 條路 鬼影都不見了 那我闊少 似乎覺得有些素性 剛剛想說坐下 休息一會兒 咦 遠處 有一行馬車 就駛過來 漆黑的馬車 雖然 都很舊 但看起來 還是很好 沒有派頭 車門當然是塞住的 車窗有窗簾 即是坐在車裡面的人 就不想被人見 趕車的是個很老練的中年人 馬車前後有三個騎馬互衛 個個都好打得那種 那本來 他們是想說 電行電過的 誰不知 就被這位闊少 馬車那些東西炸住 就唯有修製慢慢走 那個老爸即時拉生意 說了 好甜的竹葉車 來來來客觀落馬 喝兩碗先 數週過後就沒有停車了 附近幾百里 都找不到這麼漂亮的酒喝 那負責護衛那幾個人 舔舔舔的嘴 都很想落馬喝 但是又不敢 那便突然 車廂裡有人說 你們趕了更久路 都累了 就休息一下 喝杯酒先 騎馬的人立刻說 多謝夫人 老趙 你都下車去喝一碗吧 我們又不是這麼急趕路 那趕車的老趙 猶如了一下 就知道 你都把馬車 拍攝路邊 那老爸竟然倒了三碗酒給那幾個護衛 只是倒了第四碗 那些護衛準備打算喝了 老趙突然說 慢著 提提提酒裡有沒有毒 那老爸竟然生氣了 毒?我的酒也有毒? 好好好 那先毒死我 我先叫我 咕噱咕噱咕噱 他又把手上的酒喝完 老趙根本就不理他 把小的一殼 拿出來 在酒情那裡 批了一殼 見到那個銀殼 沒有變色 然後他就喝了一口 他說 可以喝了 那些戶衛于是 一个一个既然滑落 惊死执书 喝完之后就说 这酒真的不错 不知道那些露水蛋又怎样 老赵立刻喝着说 等一等 那副少本来都没有理会他们 这时候 忍不住笑着说 我们也吃过了 这位朋友太过小心那头了 出门在外 还是小心点好 说完 老赵拿出一把银刀 正好过去切一切那些露水蛋 那副少走过来说 想不到朋友你身上 还带着这些好玩的东西 我们都想照样做一套 不知道朋友你可不可以借给我看 看一看呢 老赵上上下下望了他一轮 突然就将手上那些银刀 递了过去 他心想 看一看好闲而已 对方又是个小孩来 那些银刀 打造得真的很古雅 很精致 那副少用手指摸摸摸摸摸摸摸刀锋 然后笑着问说 那么精致的银刀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杀人呢 这把刀不是用来杀人的 那没错了 只要是刀都可以杀人的 说到他手上那把银刀脱手飞了出去 化成一道银光 说到人而那把刀已经捅入了老赵的喉咙 老赵大开声 翻手拔刀 就向这副少托过去 唉 那些鲜血已经一样噴出来 他还未能托出三步 就皮皮不紧砸了 连眼珠都出来了 他到死都不相信 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副少居然还没有一件事 仅然这么温柔 这么可爱 他说 我都说了 天下的刀都可以用来杀人 現在你相信吧 那三個護衛虛,嚇到呆了 他們發夢都想不到 一個這麼斯文,這麼可愛的富家公子 竟然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直到老趙踏低了 他們才拔刀齊齊地撲過去 那副少爭了一口氣說 唉,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 何必是送死啊 今天剛才喝第一碗酒的大漢眼都紅了 都免得說這麼多 獨劈華山的刀 就兜頭劈到那副少爭的頭殼頂上 那副少爭領頭說 嗯,這麼差的 他又不閃又不被 輕輕的抬手,用兩隻手指一夾 夾著劈下來那把刀的刀鋒 這把刀啊,竟然好像劈了在石頭上 那大漢出力用手一頂 就想用刀鋒去割他的手指 誰不知有支箭已經射入他的背脊 後深入前深出 另外那兩個大漢即時折疊 那這陣時,車廂有人說了 你們的確都不是他的對手 退開啦 唉,那各位 那些手下陷都不夠打了 那究竟,他的沈碧君出來會是怎樣情形呢? 想知道的朋友,明天記得收聽啦 這個,明天記得收聽啦 這個,明天記得要請過